警務處處長曾慧雄和保安局局長李兆光 就警方南權指控到立法會解話 他們一入會議聽,黃毓民就大叫可恥 會議其中一個焦點是警方在副總理李克強訪問港大時 有沒有非法禁錮學生?曾慧雄解釋 當時學生可以由其他通道離開 期間三人亦多次進出該後樓梯 所以有關非法禁錮的指控是全無事實根據的 他說李克強到訪港大的保安工作主要由港大負責 邀請警方協助 港大其後自行將限制活動的保安區範圍擴大 警方並沒有私自擴大保安區 又強調保安安排是符合保護政要的規格 每一個國家不論是我們自己國家 或者其他國家的國家元首或者政要訪港 他的活動都是要作出適當的保安排 包括有關情報的交換 包括對於活動中他自己希望怎樣進行 當然會提出 完全沒有政治考慮 所以也談不上剛才說獻尾或其他事情 你根本不是在搞人身安全 你根本是要清洗 所有李克強耳朵聽到、眼睛看到的位置 你都要清洗完 不可以有任何令他覺得 是受到刺激的 你又當他心靈弱小 見到平反六四就頂不住 我沒有氣的 而在會議期間 黃毓民更將一件印有平反六四的T恤頂向曾偉雄 由於仍然有超過10位議員未能提出質詢 委員會將會召開第二次會議再討論事件 曾偉雄表示 星期四會與傳媒代表會面 商討有關新聞採訪自由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沛儀報導 改革資訳 新開放 新開放 Filip нами 我們 大家